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悬疑电影《摇曳的心》 话说亮介算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年轻人 他开有一家饭店 并且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千惠 原本亮介已经要与千惠结婚 却没想到千惠突然失踪 父亲也被查出了癌症 一瞬间生活中的打击让亮介郁郁寡欢 这天父亲不在家 亮介意外地在父亲的房中 发现了一本叫《百合心的笔记本》 里面详细记载了一个叫《美沙子的小女孩》 美沙子从小就患有疾病 她对爱有着严重的匮乏 对陌生的环境会感到恐惧 这导致她一直不能开口说话 直到可以找到让她获得安全感的百合心 小时候美沙子总去同学家 一次美沙子将一只蜗牛扔下水井后 竟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感 一天美沙子的同学询问她 是否看到自己的帽子 美沙子将帽子递给同学 结果从帽子里窜出来一只青蛙 吓得同学掉进了池塘 而那时的美沙子就在池塘边 看着自己的同学在池塘中挣扎 直到没有声息 那是美沙子第一次从别人死亡的挣扎中 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感 这种快感让她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几年后长成少女的美沙子 仍然喜欢一个人待着 一天放学她见到了一对兄妹 她悄悄地跟在两人后面 这时妹妹的帽子掉进水沟 哥哥就趴在地上去捡 眼看着够不到 路过的一个大学生过来帮忙 于是大学生抬起井盖 哥哥趴着身子捡 这时美沙子也过来帮忙 但实际上她一直用力地将井盖往下按 最后井盖狠狠地砸在了哥哥身上 哥哥挣扎了几下便不动了 此时父亲回来 看着正入神的亮戒 赶紧将笔记本收拾放了回去 亮戒本想询问笔记本的事情 但是却不知从何问起 第二天一位自称是千惠朋友的戏谷 找到亮戒 他告诉亮戒 千惠拜托自己向他道歉 并称千惠有急事不能回来了 亮戒这才发现 对于未婚妻自己似乎并不了解 无奈之下 亮戒只能拜托戏谷 帮自己找找千惠 夜晚亮戒又来到父亲的房间 看笔记本 青年时的美沙子 遇到了一位有着自残爱好的朋友 美金子 美金子时常用刀割自己的手臂 获得快感 两人可谓是兴趣相投 很快就成了朋友 而最后为了成全美金子 对于极致快感的追求 美沙子用刀亲手杀死了美金子 随后美沙子 听用了美金子的名字继续生活 他在一家餐厅工作 但因为性格孤僻 他总是受到厨师的欺负 不久后美沙子就辞职 做了妓女 没想到有一天居然遇到了那个厨师 厨师明显不怀好意 美沙子跟着厨师回到曾经的餐厅 趁厨师不备硬生生地用铁锅 将厨师给砸死了 美沙子也因此获得了刺激的快感 并且为自己报了仇 亮戒很快就收到了戏骨的消息 原来千惠结果婚 不过千惠的丈夫待他不好 因此千惠才跑了出来 可是不想千惠的丈夫 找到千惠的父母 逼迫千惠回去 知道事情经过的亮戒非常生气 他的内心杀戮 似乎也因此被激起 他现在甚至想去杀了千惠的丈夫 好在理智拉回了亮戒 回到家中的亮戒 迫不及待地再次去看笔记本中的内容 在做妓女的期间 美沙子遇到了落魄的青年杨戒 杨戒很善良 他请美沙子吃饭 但是不需要美沙子做任何回报 随后在杨戒身边 让美沙子第一次感受到了温暖 美沙子经常看着杨戒睡觉 因为杨戒总是睡不着 后来美沙子才知道 原来杨戒在大学的时候杀过一个孩子 而那个孩子就是当年美沙子 用井盖砸死的男孩 杨戒就是那时过去帮忙的学生 从那以后 杨戒总是无法安眠 就这样两个人慢慢地靠在一起 不久后美沙子便发现自己怀孕了 而杨戒此时决定与美沙子结婚 一起抚养这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 几个月后孩子顺利出生了 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杨戒也终于放下执念 可以安静地入眠 几年后的一天 杨戒外出工作 美沙子独自在家 因为当年厨师的死 曾经餐厅的送货员找到了美沙子 他威胁美沙子 让他陪自己到了宾馆 但是却不想美沙子趁其不备给自己下了毒药 他至此都没有想到竟然会被美沙子给杀死 送货员的死很快就让警察找到了美沙子 但因为没有证据 只能询问后就离开了 而这些事情被美沙子写在一本笔记本里 原来他就是亮戒的母亲 这时候戏骨前来说有千惠的消息 当亮戒赶到时 屋里七七八八的尸体 满屋子的血腥味 遍地的鲜血看着异常的恐怖 亮戒被这种场面吓到 但还是定了定神 赶紧将千惠给救了出去 等回家后听到千惠说起亮戒 才知道原来戏骨就是曾经的美沙子 亮戒的妈妈 亮戒询问父亲才知道 当年头水的美沙子没死 而是被杨戒救了回来 杨戒也在那时发现了那个笔记本 他虽然伤心 但还是把所有的钱给了美沙子 让他离开了这里 没等说完 杨戒便病情突发 被送往医院 亮戒只能去询问自己的母亲 原来当年美沙子离开后整了容 后来认识了千惠 前段时间偶遇 知道了千惠和亮戒的关系 所以为了儿子的幸福 美沙子就去杀死了千惠的丈夫 和丈夫的手下 最后美沙子来到了杨戒的病房 看望杨戒 两人就如第一次见面一样美好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